我们今天要来画这个时钟 我们要先练习它这个笔法 木器彩绘因为它的表面很光滑 所以我们要画它的时候 要有一种就是比较标准的笔法 画起来会比较漂亮 那我已经上完底色 我们要先上底色上完之后 然后用图案用副写纸把它复印上去 那我这是成品 那所以我现在先示范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首先呢你需要一个保湿盒 因为我们在长期的练习过程 颜料很容易就干掉 我们先把这个花瓣都涂好了之后 开始来做渐层 那你可以只用白色的就好了 因为这时钟板我们要让它表面是很干净的 很柔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这样子的方法 顺着它 那叠一层一定不会均匀的 那叠一层一定不会均匀的 所以你要很多层要有耐心的一直叠 这样看得到吗 我再把它放下来一点 好我们在做渐层的时候 只有笔 只有一边沾颜色 只有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边而已 那我们在旁边先把它 拍一下它的渐层 像这样子颜料已经跑到这里了 你就把它抠掉 让这支笔 是一边有颜色一边没有颜色 那再来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笔法的练习 我现在这样子来画它 把它外面让它一圈是比较淡的 那因为在笔上面已经有渐层了 所以它就会 自然它就会产生这个花瓣就有渐层感 那还有就是一次绝对不会均匀 你一定要叠很多层 所以 画这个木器彩绘是一个非常 考验耐心的 就是 急不得 你一定要有耐心 要非常有耐心的一片一片的来处理它 那 久了它多层了之后 它的自然的颜色就会更饱和了 像这样子要把它抠一下 所以我们等一下 你把花瓣都平涂完之后 就要练习这个 还有就是不顺手的时候你就把它 转动一下 让自己可以很顺手 再来就是每一个花瓣都是要来这样子练习 那一直叠叠叠到 颜色很漸层很均匀很漂亮 都是用画笔的一边在画的 好这样子来大家一直开始来练习 來疊這個花瓣 那葉子 葉子的方式呢我們是用先把這個 要做到有漸層的效果呢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葉子的底先把它塗好顏色 那我們要比觸要順著它 順著它的方向 那我現在用白色的好了 還有顏料一直 一直這樣會 跑到後面的時候就這樣把它推出去 讓那個筆根是乾淨的 那我們在畫這個 葉子的時候是S型 這樣轉筆來收筆 那或者是從這裡過來 那這個 這個有螺旋形的我們就先順著它 繞過來 那這邊再把它轉一下 然後這裡 就是這樣收過來 這樣子收 用深一點的顏色 像這一筆 如果一次 派大筆的你不好換就可以分兩頓 順著它 那像這一個 我們把它繞過來之後 這邊再把它轉圈圈 那葉子要先這樣平塗好它的底色 再來做漸層 好我們到後面這邊要收筆 要這樣轉起來 它才會尖 再畫一次 這個筆從這裡過來的時候繞到這裡時候你要轉筆 然後你要收起來 收到這裡的時候是垂直形的這樣拉起來 它才會尖 尾巴才會尖 要這樣子 那這個S型的 像這個 這個S這個葉子 那我們就順著它45度 45度下去的時候壓好之後我們到 快要收筆的時候你要轉起來 有沒有看到我的筆法 我的筆的方向 這樣轉起來 那這個是這樣子 那像這一個 這一個就從這邊轉過來 有點乾 那這樣子你要 轉筆它才會弧度才會漂亮 在旁邊畫一次這樣子 到這裡要轉你要收起來 那像這個是從這邊過來 這邊過來 那這個比較小 你如果不好的話你可以拿小支一點的筆 這樣轉過來 繞圈圈 然後 轉過來 轉過來 那這個就是也是同樣剛剛這個方向 這樣子轉過來 所以我們同學先今天先把 這個 跟這個筆法 先把它練好之後 右邊 再來 再來